走向呈现出了一种单极化末日的疯狂 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领域越来越多 但同时这种围堵又慢慢开始出现一种堵不住的感觉 中国在各方面凸显的实力已经越来越受世界瞩目 甚至就连美国也迫切地想要和我国展开各方面的合作 中国的国运可能真的要来了 其实在最近的40年 美国已经错失了四次狙击中国的机会 这四次机会每一个都会让中国很难受 但是在这之后 美国想要阻挡中国的崛起 恐怕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那么这又是四次什么机会呢 我们一一到来 第一次 20世纪90年代 美国经济围堵失败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刚刚打开国门 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 正在全力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国在大量的引进外资 这让那些国际的工业和金融巨头看到了机会 他们幻想用手里的钞票把中国买过去 冯迪西纳 凭借资本优势占据企业主导权 进而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这正是他们最擅长 也最经常干的事 但是 由于我国企业的国有性质 让能够开放给他们的股权份额十分有限 相比起来 我们更愿意花钱买设备 然后复刻核心技术 我们不会如巴西 厄瓜多尔那样 将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大权交出去 外国人在中国转了一圈 发现自己的经济侵略根本没有空子可钻 于是就准备用一手釜底抽薪 彻底毁掉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首先开动舆论机器 宣扬中国崩溃论 扰乱中国人民的心神 之后 又像约好了一样 大规模从中国撤资 这一手 对于资本缺乏的中国来讲 确实伤害巨大 一时间 很多工厂生产停滞 还不上银行的贷款 中国的四大银行 一下子出现了高达30%多的坏涨 美国的第一阶段目的达到了 按照西方商业银行的逻辑 此时银行就应该破产了 而一旦四大银行破产 必然会造成中国整个社会体系的大崩溃 不管到时候的中国是分崩离析 还是不择手段的吸引外资进场 美国都可以凭借其资本优势 迅速掌控中国的经济大权 然而 事情很快走上了一条美国人预料不到的路线 虽然中国的四大银行出现大部分坏账 但是却没有破产 相反 国家支持四大银行剥离不良资产 然后由财政重新投资 让其走出了困境 这一下 中国的人心稳了 美国人的算盘也落空了 而这 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 叫做举国体制 而这之后 中国凭借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 迅速焕发了生机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所有的国家都认可了中国的能力 曾经逃离中国的外资重新回流 中国经济由此走上快车道 这之后 美国人多次发动对中国的经济战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 用作空泰珠的方式 制造了席卷东南亚的经济危机 但是 当他想将同样的手法 用在中国香港身上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不管如何做空 总有人给港币拖底 经过调查他发现 原来香港身后站着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 超过索罗斯手中三到四倍的资金 力保港币不失 索罗斯发现 在举国体制之下 中国就像一个庞然大物 不管他抛出什么样的金融炸弹 中国都可以将其吞没 最终 索罗斯只能败退 中国不但保住了自己 还变相地拯救了亚洲 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很快又形成了一场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美国的百年大银行雷曼兄弟 也在这场风暴中破产 眼看着无人救场的话 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彻底崩溃 而关键时刻 又是中国出手 买入大量的美债 稳定了局面 驻美国走出泥潭 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帮了自己 帮了亚洲 也帮了美国 但是 美国却忘恩负义 不断地对中国发动经济战 其原因只有一个 中国的举国体制 让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的 侵略手段作废 他们在对付别人时 无往而不利的招数 在中国面前根本不管用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中国的经济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 资产阶级收割世界的时代 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但问题是 在中国走出了 八九十年代的那次脱钩危险之后 经济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美国在想打压中国的经济 只能是杀敌八百 自损一千五 得不偿失 第二次 军事领域 封锁瓦梁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得到验证 不管是美国 苏联等大国 还是韩国 印度 越南等国家 只要是敢于和中国军队开打的 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单兵素质和战术 几乎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但是一场海湾战争 让世界看到了什么叫高科技武器 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 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现代化战争 海空军的作用不容忽视 于是 一场海空协同的军工大计划 慢慢开始了 空军的发展 相比要更加轻松一些 在俄罗斯解体之后 我们购买到了不少苏二十七 苏三十五一类的先进战斗机 通过仿造和研究 我们不但发展出了与苏二十七十分相向的殲十一 殲十六等新型战斗机 还通过吃透的技术 发展出了殲十 殲红七等飞机 甚至还研制出了自己的隐身战斗机殲二十 空军方面 我军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海军方面 我军也发展出了052 055等先进的驱逐舰 不管从吨位上讲 还是战斗能力上讲 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 中国海军始终有一个短板 缺乏远洋作战能力 而其解决之道 只有航母意图 航母的发展 绝非一般军舰那么简单 航母是一个国家科技 工业实力的极大成者 在西方技术封锁的前提下 自我发展弹何容易 所以想要获得相关技术 外购是一条捷径 中国先后也买过几艘前苏联的航母 但是那些军舰设计里面太过老旧 只能当博物馆 不过 因为苏联解体而被迫停工的瓦良格号 却不一样 他的姊妹舰库兹涅佐夫号 就在俄罗斯海军服役 作战效能已经得到了证明 于是 在听说乌克兰准备出售瓦良格号的船体时 我国立刻开始竞标 但是 瓦良格号的来华之路却非常的艰辛 首先是韩国人哄台物价 让这艘军舰险些花落他价 若非经济危机来临 中国恐怕买不到这艘船 之后 中国又在拖回中国的过程中 遭到北约国家土耳其的粗暴阻拦 在支付了高昂的过路费后 土耳其才放行 瓦良格号从1999年起运 到2001年才到达中国 然而 事实证明 阻挡瓦良格号 是他们暂缓中国海军发展航母 唯一途径 如今的中国海军 不仅将瓦良格号整修一新 重新改名为辽宁舰 又发展出了其姊妹 舰山东舰 这两艘航母 给中国远洋海军的建设 带来了可能性 这之后 我们又根据这两艘航母的经验 制造出了新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 如今的中国海军 已经在远洋的道路上 开始大踏步前进 美国想要围堵 已经不可能了 三 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是一个 国际上公认的贸易联盟 其对参与者的要求和限制很多 但是一旦进入 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机会更多 美国曾经牢牢把控制 进入世贸组织的门票 千方百计的不让中国加入 在没有这个贸易助推弃的时候 中国的全民生产总值 仅有1.2万亿美元 只是美国的九分之一 但是中国的生产能力足够强 人口足够多 这让美国觉得 中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于是在2001年 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美国当然不是因为发善心 才让中国入世的 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 欧洲开始发行欧元 这种很可能让欧洲走向统一的货币 让美国感到了一丝恐惧 他们想让中国用自己的劳动力 来帮自己生产工业品 再用最大的市场来滋养自己的经济 达到让中国去制衡欧洲的目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提速期 在不到10年的时间 就相继超越连续超越了意大利 法国 英国 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 还超过了日本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人穷怕了 也弱怕了 一旦有了自己的发展的机会 是不会甘心永远给美国打工的 于是 随着一些高端加工业的发展 中国的科技进入了快车道 在电力电器 高铁 恒天和无人机等领域 已经取得了领线 如今 只要在攻破芯片 材料两大关口 就可以正式机身高端制造俱乐部 和美国在高利润领域竞争了 中国的发展 让美国害怕了 但是 想要通过寻常的限制手段 已经很难阻止中国了 于是 美国开始和中国打起了科技战和贸易战 不但打压中国企业 甚至连中国的理工类高校都列入了制裁名单 但是 在制裁中国的同时 美国自己也陷入了困顿 美国主导的芯片企业 全面遭遇砍单 销售数据下滑最高达到70% 生产制成最高的台积电 几乎被玩惨 反观中国 则因为封锁 不得不走上自我公关的举国体制之路 于是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技术壁垒被一个个攻破 很多人都说 美国制裁中国 最终起到了反作用 现在 国外经济机构普遍预测 中国可能在5-7年内达到或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是不是这个能拿到这个冠军的身位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通过自我的发展 走到世界科技的前列 彻底打破美国的垄断 而这 恰恰是美国不想看到的 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 美国一定会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 但是 对战军力强大 拥有核武器的中国 美国能打赢吗 四 政治上围堵失败 在世界近600年的航海史上 总有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内容 就是政治影响力 不管是西班牙 荷兰还是英国 都曾通过自己的殖民地释放政治影响力 进而控制全球贸易 金融以及战争的 中国也曾经通过朝共体系建立过这种政治影响力 但是在清朝时期因为统治者的昏溃而放弃了 但是现在 中国却已经开始重新打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了 2014年 李克强总理做了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的演讲 正式拉开了一带一路的序幕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是一个以经济合作为突破口 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战略构想 成功实施之后 中国的影响力将会走出国门 从陆路直达欧洲腹地及英吉利海峡 从海上直达非洲 亚非欧三块大陆 将因为一带一路而被正式串联在一起 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时 美国仍然在次带危机的余波中 并未利用其霸权第一时间进行干预 等到有些明白的时候 一带一路已经全面铺开 美国想要阻拦已经很难了 如今的美国 通过战争在欧洲挑起民族争端 暂时阻止了中国政治影响力在欧洲方向的渗透 但是 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到达了两个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地方 中东和南美 中东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石油基地 而如今几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在中国的调停下 走向和平团结 南美则是美国的后院 也是长期以来遭受美国剥削最严重的地区 而如今 以巴西 阿根廷为首的一些南美国家 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和中国做生意 接受中国的政治诉求 甚至在贸易中使用本地结算 一旦这些影响形成潮流 美国的金融霸权崩塌就近在眼前了 中国 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而且内部稳定 正通人和 而反观美国 则是百病丛生 社会矛盾尖锐 美国之所以会在近期如此疯狂地围堵中国 不过是看出了一个事实 现在再不围堵 恐怕日后便围堵不动了 但是 这种外强中干的对抗真的有效吗 ˢ˜ˢ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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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